来 先喝喝水 谢谢 我们之间的关系 就不用说这些了 你 你先说 丢续拓展一步的事 我觉得我有必要解释一下 航总他让我过来是有原因的 二部的小型前两天刚结了个大项目 风头正盛 总航的意思呢 是要把两个部门合并 让他来管 而一部现在的问题是群龙无首 饶劲跟赵方刚搞内斗 而且不断有人辞职 可以说是个棘手的烂摊子 而这个时候 我出了你没有更好的人选 就一年 总航就给了我们一年的时间 来整对一部 时间一到 老师绝不会再为难你 至于合规部那边呢 你不用担心 我会跟他们打好招 不会让你难做 不过老师 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和你问 你为什么那么坚持 要保留拓展一部啊 这个一部的客户里边啊 有很多小微企业 一旦被二部合并呢 就会大幅削减这项业务 但恰恰是这些小企业 能解决很多老百姓的就业问题 所以呢 我就想尽力能留一留 我明白了 回去之后我好好考虑一下 尽快给你答复 所以说想要保证拓展一部 其实没那么容易 总行开除的条件 业绩要上涨百分之五十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不是难为人吗 不过 你还是想去的 毕竟你没有直接拒绝 对吧 其实我会犹豫 是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行长对我确实隐患 大学毕业了 我想要出国留学 但只有在合金器官上 发表过论文的人 才能够申请公费奖学纪 那时候论文发表完之后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唯一做的身份 被副教授给扎了 行长好 他冒着得罪人的风险 为我距离立场 然后他会亲自写信 给到了期刊 才帮我拿回了书名 同时 也帮助我申请到了教学纪 所以 你是为了报恩 那第二个原因呢 第二个原因 是我妈妈的病 我需要钱 阿姨她怎么了 我妈她多了两处眼断穿衣 之前的药用了太久 出现了耐药性 现在只能用最新的国外产品 那些靶向药 又是唇刺肺 一年下来开销盒很大 所以托成一步对我来说 不是一个高风险 但是高回报的地方 我想要补回报 这两个原因 听得都非常合理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也会去拓展一步的 但是小梁 我说要跟你商量 不是素素而已 我也不会强迫你去接受 我们是要结婚的关系 你所有的担忧 我都能理解 如果说我真的去了一步 肯定会给你带来一些困扰 但我真的不是不考虑你的工作 也不是直接空脚 也不输一声 等真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 让你一个人离开 合规部是我最初的选择 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 所以并非一定要去一步 这点你可以放心 最近发生的事情有点多 有很多事情我还没有想清楚 我们还是各自冷静一下 想明白了以后再说吧 好 但是别冷静太久好不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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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